好 接下来关心是新媒体时代的来临 智慧手机上网人人都会 而企业老板如果在下班时间 用简讯跟员工谈工事 可要小心咯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已经触法了 南加州一家华人最大的保险业者 举办了劳工跟商业法的座谈会 邀请专家来开枣 现在我们华人雇主很喜欢用LINE 或者用WeCheck跟员工做Communication 然后获得下Order在这个地方 那是不是会构成的所谓员工将来来Claim 说他是24小时On Call 老板法座谈会现场主办人语出惊人 绝对不是开玩笑来吓人的 而是贴心提起华人企业主 好好思考如何来处理 真的要是需要跟员工联络 从工作的角度 用Text Message 就是用手机的时候 公司到底讲应该是要派一个手机给这个员工 太好了 感谢资深劳工法律师当场给建议 讲座一师全美第一大县 圣伯拉丁诺县先生委员尽地主之谊 向华人企业主招手 畅谈各项劳工优惠计划 还带来好消息 扮奖座不忘做国民外交 帮助企业主面对劳工税务健保各项新法规 集合了联邦加州和地方等专家来开奖 让你一次全都掌握 员工没有收到1095B 开始亲切地来迎接客人 展现专业用心的企业精神 第二次参加了人事主管 觉得收获相当丰富 法律的更新吧 因为法律年年都在改 那我们要靠一个人的力量 很难去收集所有的东西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学习 如果你错过了这场企业座谈会 下一场将是3月9号 就在哈岗的华星总部里面举行 要有兴趣的7月组赶快上网报名 一条东西新闻 魏宽吴中国在Ontario的采访报导